前些日子我们出去玩看见一款长特别复古的小房车 大概样子也就长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一问它是一个进口的车 然后卖30多万 当然一听就觉得挺贵的 今天我给大家发现了一个新鲜东西 这车是国产生产的一款这种拖下房车 外观还是这种复古的造型 它的价格却便宜了很多 感觉特别有性价比 咱们一起来看看 整个车辆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铝式的车身 它长度是在6米2 宽度2米02 高度是2米3 整个车辆的采用还是1.8吨的艾科的底盘 整个外观和它的材质看起来都跟进口车没什么两样 而且车辆它上方带有一个升降车顶 这样内部空间也会更大一些 整个车也是采用轻量化的处理 它的满配的重量是1.45吨 整个车也是需要C6驾照来进行牵引的 前脸这看起来也够复古了 有这种两片的小窗户 再加上上方升顶的造型 看起来也是和进口车型没有什么大区别的 而且前方也增加了自行车架 可以放置一些自行车在上面 看这个复古的镜面轮毂 这个还是非常少见的 感觉也是挺高级的 打开航空机舱式的车门 就可以进到车辆内部了 车辆内部它整个现在是开启升顶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开启升顶以后高度可以达到1米98 如果降下以后呢 高度就是1米73了 那像我的身高呢 在内部呢 就稍微会有一点顶头了 那整个车辆的车厢内部呢 内长是4米88 然后内宽呢 是这个1米98 那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的车辆内部的一个面积呢 基本上就在这个9平米多一点 在车尾部呢 就是这个车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区了啊 这个床呢 它的尺寸是1米9乘1米5 睡两个人没有问题 当然个儿太高的应该不行 超过1米9的 恐怕就不能伸直腿了 那这个车尾床这呢 是这个三变横窗的 通道采光都特别好 尤其是你要在一个环境好的 这个营地的话呢 直接一睁眼啊 就能看到外侧的美景了 接着看一下前方这里啊 这整个是一个厨房区域 那带有电磁炉啊 洗手盆这些都比较常见的配置啊 那另外一侧呢 还带有啊 这个大尺寸的一台冰箱 可以有冷藏和冷冻的功能来供使用 上方还都带有这种储物的空间啊 都有这种小型的储柜 可以随时呢 放置一些物品 下方呢 还是有很多的储物空间的啊 比如说呢 这一侧呢 可以啊 放置一些厨房常用的餐具 那另外一侧呢 也是啊 可以放一些小件物品的 在这些抽屉里 在这个冰箱旁边这一侧呢 还有一个大的储物柜啊 其实它是一个大的挂衣柜 可以把一些一褶皱的衣物呢 挂在这里面 卫生间内部空间 说实话不大啊 那如果我是正常稍作所的话呢 可以满足 如果是洗澡的话呢 基本上转身啊 可能就会蹭到旁边的这个墙壁了 就是空间稍微小一点 就是简单的冲凉啊 就是洗一洗 还是能满足的 卫客区四人对卡座 大家要注意 开车的过程中 里边不能坐人 住车以后可以坐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吃个饭 然后如果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呢 还可以变成一张 一米九成一米一的单人床 也就是说呢 车辆内部呢 睡三个人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一侧上方呢 也都是啊 带有这种储物空间的 那整个这个对卡座的区域呢 其实啊 是在车头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呢 这就是刚才在车外跟大家说的 有两个这种小窗户 看起来呢 非常的有这种复古的感觉 而且呢 之前我看到那一款呢 进口的啊 大概价位在三十多万的 这个托卡房车呢 它是内部没有水电的 这款车呢 还是啊 根据我们这个国情啊 还是配备了水电系统 我觉得还挺好的 虽然也不是很大啊 它配了一个300安时的交际电池 和一个500瓦太阳能板 水流系统呢 也带有一个120升的清水箱 和一个70升的灰水箱 来供使用 那整体呢 还是不错的 同时呢 还配有一台啊 底质空调 来保证内部的一个 这个温度的舒适性 那这个车呢 它是18.8万元 那相比较来说呢 就性价比也还是不错 我觉得呢 对于啊 喜欢这种复古造型的托卡房车 但又嫌进口车贵的朋友们呢 可以呢 看看这款国产车型 那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的房车感兴趣 欢迎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